好的 主播好 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昨天這個時候我曾經強調的話 17點以後到明天的 清晨週的時間 是颱風最強的時候 為什麼呢 我們從這張它的路徑圖來變換 來持續強調這個位置 第一個 16點的中心位置 還在這裡距離台北的東北方 還有350公里的海面上 颱風的半徑 暴風圈的範圍 以及它的強度 從昨天到現在 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半徑圈維持280公里 中間你看這個地方 剛好澎加雨精 接近在它的暴風圈範圍之內 16點的氣象資料顯示 包括顯示 這個地方出現9級到12級的強震風 平均的風力來講的話 是在每秒24公尺 震風達到33公尺 換算成公里的話 是在85公里 震風到119公里 所以剛好在暴風圈範圍之內 因為它陸地的話 馬上就要接近 因為它的走的範圍 從前段這段時間來講 大概都在310度方向 也就是西北的方向 以上的西北的方向走 夾在這 應該是往這裡走 它有點偏這個邊 所以整個暴風圈的範圍 從現在開始慢慢就接近在 台灣北部的陸地 因為這時候最接近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明天早上 8點鐘這段時間的話 所以風雨是比較強的 其中包括北部海面 中部以北的三區 是雨勢來講比較明顯 北部海面的話 是風比較明顯 所以整體而言 在這個颱風來講的話 就今晚到明天 清晨8點以後 8點以後整個颱風 再偏向於西北 進入到大陸地以後 以後整個暴風圈 會脫離台灣的陸地 當然風雨就開始明顯的減緩 我們用這張衛星圖 來看整個結構 跟今天晚上 為什麼說風雨最強的時候 第一個颱風園在這裡 而且颱風園的強度來講的話 在昨天 現在 早上 跟現在比較起來 它颱風園的大小的話 有點擴張 表示它擴張的話 它的強度就只會減弱 不會再增強 因為它強度只會減弱 它整個風雨區 在它的範圍之內 紅色部分最大的風雨區 在紅色部分 也就是海面通過 北部為什麼下這麼大的雨 第一個是它的暴風圈範圍 外面的外圍環流 第二個是向負面的影響 因為你看這個環流 整個在向負面的環流 所以中部以北地區 今天都下雨 尤其山區的雨 是比其他地方來得大 其中包括尖獅鄉 台北的陽明山 都是向負面的地形的影響 反而宜蘭這個地方 魚也小 風也小 所以宜蘭反而今天沒有放颱風 這樣的主要原因 就在它地形的影響 造成它的風雨比較弱 所以這個颱風 目前來講的話 明天它會繼續的向西北走 同時這個颱風 向西北走以後 這些就慢慢再接近控制到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所以雨勢來講仍然是 像這個方向的向負面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 北部海面的風力來講的話 是比較強的 至少是在九級到十二級以上 山區來講的話 就陽明山 以南一直到尖石鄉 中部山區以北地區 山區的雨勢比較大 所以在這個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嚴加防範 當颱風過去以後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颱風對整個來講的話 它後面的西南氣流 因為已經捲入到颱風的中心 這個環流範圍之類 慢慢所以這個颱風向北抬升 它會接近南部地區 當颱風遠離的時候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不要掉雨輕輕 可能會受到西南氣流的影響 會下比較大的雨勢 尤其山區的雨 會比平地要來得高 這個颱風對台灣而言 在時間上就是在今天晚上 要到明天 一直到明天上午以後 這個颱風才會慢慢地遠離 解除台灣北部的警報的機率 相對地就增加了 以上是颱風的最新動態 現在把鏡頭交換給主播